台灣歌手林俊逸因為參加模仿選秀節目以高相似度的費玉清表演 在這華語歌壇爆紅 現在這小歌分身林俊逸就來到了洛杉磯做客 本週這個週末的獎量化節目來跟華人們拜年 還要分享她的心路歷程 高亢清亮的嗓音這是小歌費玉清 高相似度的歌聲唱腔和表情 這是2012年參加選秀歌唱比賽的林俊逸 因為模仿小歌微妙微笑 在比賽中一路過關斬將榮獲第一 精湛的演出更為她開啟演藝圈之路 不過小歌影子如影隨形 林俊逸要如何擺脫框架自己也還在摸索 大家認識的我模仿的小歌 也是我模仿的 就是這所有的表演都是透過我的詮釋 你不就是要大家認和你 給你蓋個章說對 你最像 對 全台灣全華人世界你最像 你今天得到這個皇冠了 然後你又突然說 我不要活在這個影子下面 那這不是很矛盾嗎 現在林俊逸演唱主持演舞台劇樣樣都來 雖然和費玉清本人還沒有見過面 但林俊逸對表演細節下足苦工 表示維護小歌形象是自己的底線 我在網路上找得到他從最早期到中期到最近 所有的消息所有的影音所有的新聞我都看了 然後就想說他的手為什麼都在那裡 然後他的身體為什麼 就是認真的去研究說他到底是 小細節的 對 然後我就花好多時間在研究那些小細節上面 想要了解更多林俊逸的內心話 鎖定本周末獎量化節目 另外法律人生將討論非公民子女 例如持觀光簽證的 是不是可以合法就讀公立小學 財富人生有請CBRE的副總裁 分析陽年的不動產投資前景 精彩內容不要錯過 東森新聞馬力廷李宗堯 洛杉磯財發